秦刚外长说过的话,以色列转眼就忘了 内塔尼亚胡公然奉劝沙特与伊朗打交道要万分小心 然而中方开启的和解已无法阻挡 以色列要是想开倒车的话,恐怕会被碾得渣都不慎 大家好,我是顾言木禅,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日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评论沙特和伊朗握手言和仪式时 公然奉劝沙特与伊朗打交道要万分小心 内塔尼亚胡称与长期的竞争对手建立关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更何况那些跟伊朗合作的人都会遭受苦难 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以黎巴嫩、野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来举例称 中东95%的问题都源自于伊朗 对此,内塔尼亚胡警告沙特要注意与伊朗的合作 自沙特和伊朗在北京达成世纪和解 正式签署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后 沙伊两国一直在努力推动双方经贸、文化、安全和体育等领域的合作 而在内塔尼亚胡发出以上言论的两天前 伊朗外交部还透露 伊朗总统莱希与沙特王署萨勒曼已经相互发出访问邀请 由此可见,沙伊在中方的卧旋下握手言和后,双方都有积极恢复合作交流的意愿 但这一幕却遭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唱衰 内塔尼亚胡唱衰沙伊合作的理由很简单 首先我们要知道,近几年来,以色列方面也在寻求与沙特建立外交关系 在以色列看来,与沙特这一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建立外交关系后 也会为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树立典范 从而能够更轻易的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而以色列和沙特又分别都是美国的盟友 因此以色列认为,在美国的帮助下 他与沙特建立外交关系应该还是会容易很多 但是很显然,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朝着以色列所希望的方向走 以色列这边还没等到美国在沙野之间发挥作用 另一边的伊朗就在中方的斡旋下与沙特恢复了外交关系 因此内塔尼亚胡的唱衰是建立在一个 他也想与沙特建立外交关系的背景下 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规律,放在国与国之间也同样适用 内塔尼亚胡的唱衰,如果说没有一些几度的成分 那必然也是不可能的 也正因如此,内塔尼亚胡在采访时 还敦促了美国要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 言下之意,也就是喊话美尽快处理好沙伊 建立外交关系的事宜 其次,当沙伊这两个千年筹家和好后 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就很被动了 以色列就成为了那一个异类 阿拉伯国家里有一句谚语 我和我的表兄弟团结起来,把外人打跑后 我再和我的亲兄弟团结起来,把表兄弟打跑 纵使沙特和伊朗之间存在着千年仇恨 且信仰的教派不同 但终究都是伊斯兰教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沙特和伊朗也算得上是表兄弟的关系 而以色列就是那个外人 当表兄弟团结起来后 那么以色列想要拉拢阿拉伯国家 反对伊朗的图谋也就要粉碎了 因此内塔尼亚胡自然是不想要看到 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变得如此融洽 但讽刺的是 畅衰沙伊关系的以色列 似乎是忘了秦刚外长所说的话 就在前两天 秦刚外长在与以色列外长科恩进行通话时表示 沙特和伊朗为以对话解决分歧树立了典范 各方因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对话和解 妥善解决伊核问题 而与巴勒斯坦和伊朗之间的矛盾 正好就是以色列最头疼的问题 因此秦刚外长这也是在告诉科恩 沙特和伊朗已经树立典范了 现在以对话解决问题的这个势头 在中东地区非常良好 以色列也应该抓住这个时机 不管是与伊朗还是巴勒斯坦 一条解决分歧的名路就摆在眼前 然而内塔尼亚胡作为以色列的总理 却公然唱衰沙伊以对话解决问题后的成果 说的难听点这也是在否认中方的努力 否认中方在中东地区推崇的以对话解决问题 和平发展主张 中方的斡旋为什么能被沙特和伊朗所接受 正是因为中东地区经过数十年的冲突与混乱 大多国家显然是已经厌倦了战争 与美国一贯的方式不同 中方提倡的和平对话方式 给了中东国家一种新的选择 也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这些已经厌倦冲突与矛盾的国家 自然就愿意借助中国的力量 与仇家好好坐下来 以对话解决问题 这是大势所趋 也是历史的选择 已无法阻挡 而内塔尼亚湖的挑拨 显然就是在开历史倒车 如果内塔尼亚湖不愿意走对话 解决分歧这条路 还是执意的用零和思维 去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甚至恶意唱衰这种方式 那么到头来 以色列也只会被历史的车轮 免得渣都不剩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